然後拉下來轉一圈 然後拉過來這一邊 這個是標霸中心的寫法 那標霸中心的寫法呢 我們來看 它是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把它畫一下看看 這一個是上面的橫 然後拉下來再走一個橫 知道的字是不是一撇加一個橫 兩個橫 對不對 然後底下加了一個口 是不是這樣 不是加了一個撇跟鈉 那你這邊的時候 你就本身呢 抓的這樣 然後呢 這個鈉跟隔壁的共用 不點也可以 那這個字是可以上下把它挪移的 也就是說說我可以 我可以在寫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也就是說把這一個右半部拉下 是可以的 知道草書是可以的 可是你在新書你這樣用就有點不太對 草書是可以這樣用 草書很多字我們是會故意把它 左右結構畫成上下結構來寫的 比如像鈕 比如像鈕 連鈕無知的鈕 我們經常就是畫到下半部來寫 對不對 所以一個橫去連那邊 這個就是在變化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像這個我們都是採用的淺虛半覆 也就是肚子寫一半 肚子裡面不寫完整 肚子裡面不寫完整有很多啦 比如像日月的日啦 我們肚子裡面我們都寫一半啦 這個中間啊不願意讓它連起來 你說這邊連起來上面也連起來 到處都連起來 這叫淺虛半覆 也就是說肚子給它 虛一點 不要讓它連得死死的 那這個月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樣走的話還是淺虛半覆 它也就是說上面寫一半下面寫 只有它連的位置跟我們不一樣這樣而已 那這樣用可不可以 可以 算是勉強可以 還沒有到做怪的程度 如果統統練起來 如果我們習慣性 所有我們講的虛階 實階 一定要練好 因為它隨時隨地在用 我們當我們採用了虛階 實階 實階 虛階 現在我們就仔細來練一練 看它的虛階 實階 虛階 實階 比如說 我們現在很簡單 我們盡量虛階 那麼可能變這樣 這樣你就是盡量虛階了 這個石頭的石 對不對 是不是盡量虛階 都不階 那都不階 所產生的散的感覺 產生虛階的感覺 如果要死了 我們把這裡連起來 連一筆 下面就死了 如果這上面是貼近一點 也會比較死 如果說說 根本上就有一個輕輕的連 那就連住了 那同樣道理這邊連不連呢 這邊如果再連 整個字就連起來了 所以一個字 我什麼地方要它閃一點 什麼地方要它緊一點 什麼地方要它什麼 跟虛階 實階是有關係的 不是絕對的 但這是有關係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練習 一個字裡面的虛階 實階 虛階 實階 坦白地說 很重要很重要 尤其 不要寫這類的字 什麼地方要虛階 什麼地方要實階 什麼地方要搭階 什麼地方要牆階 牆階最有力 最強 牆階也就是我們 本身筆劃跟筆劃 接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都加一個 像電焊的那種人 這樣是不是更老 要不你這樣是不是 所以我們當時 教你們凱書的時候 我們是用人來做舉例 我們來看看 假如這個人這樣 然後這邊你就這樣 一般的實階 這一邊產生出兩個角 假如說要強階 那麼這一個下來以後 我們本身是在這裡 裡面就按了 然後再階出來 然後再走 這個時候這一邊 會產生一個圓 這邊會產生一個圓 這種階比它更老 這樣懂了嗎 這強階再講一遍 強階你們現在很少用 其實很好用 那麼在底調中間來接 是最難的 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用到 比如說這樣 假如說我這樣 我上面是直直下來 那下面我來接 那到了這邊 一點點射風 然後一點點再拉回來 這個時候底下接的 就比較強 那至於說這一節要強階 那更難 那上面要強階很簡單 上面要接你只要往橫向按 然後再拉下直向來 這個時候就發覺到 這裡接的比較老了 也就是說我們本身 我們筆劃接筆劃 接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加一個很強悍的 那個連接的效果 那麼連半邊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連兩邊也可以 當然你不連 你用這一種所謂的 這個時接 只是接住了 那是比較容易的 這往往是用在楷書 但是我們新早書能不能用 是可以用的 問題就是說你用的 好不好 聽懂了嗎 也就是說哪裡要接 哪裡不接 這完全不接 當然是虛接 如果說說是這樣 這個寫得比較長 這個經驗大一點 這個叫搭接 搭接會產生一個很微妙的三角形 也就是讓它 要接牢沒接牢的那種感覺 比較懸 那完全用在哪裡啊 比如說說說說我們一個單身房 當我們這樣子下來 我虛接是這樣 對不對 我搭接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不一樣了嗎 對不對 那我實接可能變這樣 那我強接很可能變這樣 那我強接很可能變這樣 所以什麼地方用什麼樣的接 會讓你的字感覺到連得緊不緊 會讓你的字感覺到它這個本身 如果連得太緊 如果連得太緊 也是 矮矮矮矮短短的 你要不停地變 行書也有這個 並不是沒有 有點像 又去寫寫心看 好吧 好 吃一个